歡迎收看由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三角形推論的最後一個也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有關面積的推論 如果有兩個三角形它們的底一樣 那麼它們的面積比 就會等於高的比 那如果它們的高一樣 那麼它們的面積比就會等於底的比 當然很簡單 這個底層高除二是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底層高是兩倍三角形的面積 那如果底一樣高的比就會跟面積成正比 高一樣底的比就會跟面積成正比 OK 那關鍵就在於說 我們一般看到題目的說要怎麼去使用這樣子的姿勢呢 重點在下面這一句 如果底在同一條直線而高 頂點是同一個的話那麼就等高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裡我跟你說它這一段比這段是三比二 那麼這裡拉過來 這樣這兩塊三角形面積比就三比二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三角形 右邊的三角形 它的底跟左邊這個三角形的底 是同一條直線嘛 那同一條直線的話呢 你去取它的高就都是這一個 即便是這一個三角形 它的高也是在外面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邊底三成這個高除二 這邊二成這個高除二 這樣你就發現它的面積是三比二 那整個的面積跟它們比就是五啊 五比三比二這樣子 那於是我們來 因為其實是很簡單 原理很簡單 但是就是說出現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懂不懂得依序去推論下去 如圖D1比B1是2比3 那已知這個CDE的面積是三角形面積的N倍 求N 其實它就是要你求這個CDE 跟大的ABC的面積比 就是要你求這個面積比 那我在這一題故意講說CDE是 ABC的N倍 那其實這個N應該是小於1的數字 小於1的數字 因為CDE比較小 來他說這個D1比B1是2比3 這樣子 那我們為了要使用同底或者是等高的姿勢呢 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 應該說我們可以使用這樣的姿勢 那於是我現在要求這個比 他跟誰有固定的比 我們在前面正這個全等的時候 我們說有正向思考 順向思考或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 那如果是順向思考的話呢 我有橘色的面積 我有橘色的這個3比2 那接下來我是不是可以比到這一塊 或者是大的這個BCD 對不對 我是可以用橘色跟他們比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底在同一條直線上 高相等 高相等的話面積比就是底的比 對不對 所以我有橘色這一塊 它的底 和這個一樣 和整條也在 不是說一樣 就在同一條線上嘛 所以我可以用橘色的和BCE或BCD去比 那這個是順向思考 那逆向思考呢 逆向思考是我要最後要比到ABC上面 那ABC是大的 對不對 那大的ABC 我可以拿它跟什麼比 如果你發現的話 其實我們這裡這條線切過來 這個5比8 這個5比8的話呢 那大的ABC是13比上這個是5 這個是8嘛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了 對不對 我順向思考的時候說橘色可以比的是 這個BCE或BCD 大的ABC可以比的是 AB珠或這個BC珠 BCD 欸那就 我們剛才重複的講了這個BCD 你就會發現BCD 小的也可以跟他比 大的也可以跟他比 今天如果說學生比較聰明 他有可能自己捕捉到這一點 沒有透過很 像我們剛剛就是廢話連篇的這樣子去推論 他自己就看得出來說 哦 我要跟BCD比 可是如果今天學生看不出來 那老師可以多講幾句 解決掉學生對這件事情的困擾 他下次就知道說 我要順著從小的去想 小的可以跟誰比 那大的去想大的可以跟誰比 你就會尋找到一條軌跡 就好像這個 我今天放一隻螞蟻在這邊 那螞蟻呢 他前面有很多條路 然後這裡有糖 那能夠連接到糖的方向也有很多啊 對不對 那你從這邊跟這邊接起來 你會發現有一條路可以走到糖 對不對 那從這兩邊看有沒有哪一條路會接起來 搞不好接起來的不只一條啊 搞不好這邊也走得到 那你就會有兩種算法 可以嗎 那所以在這一題呢 我們要用三角形 這個B租1 C租1 三角形C租1 三角形 BC租中 因為等高 所以他們的面積比呢 我就直接比了 他們的面積比就會是底的比 底的比是2比5 2比5 然後三角形 然後三角形 A B C B 這是B B 三角形 B C租4 8比 這個是13 我應該先講13 他是 13比8 對不對 那接著就做連比嘛 所以CDE比BCD比A B C 是2比5 8比13 所以是16比40比65 所以這個N呢 他是他的 六十五分之十六倍 對嗎 那我要提的 再提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不一定要用比的喔 我也可以用倍數 就是用比值 我可以說怎麼樣呢 另外寫好了 我可以說CDE 是5分之2個三角形 B C D 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用倍數 CDE橘色這個是大的5分之2 然後 B C D 又是A B C的13分之8 看得出來吧 就說高一樣嘛 那他的底是他的5分之2 那這樣子 就是這個B C珠和深角形A B C 因為他們的底都在同一條線上 就是AC 所以他們的面積可以比 那高 他們的高會一樣 然後他們的底是8比13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深角形BCD 他的面積會是深角形ABC的十三分之8 那於是呢 你再把這個十三分之8ABC 帶進BCD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 深角形ABCD 是2分之5乘13分之8 所以就是65分之16 深角形ABC 那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那就是說 那這個學生如果一時間沒有辦法看出來 比如說ABC為什麼可以跟BCD比 那老師就多補一句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底在同一條直線上 那學生可能還會有一個額外的疑惑 我就說那我怎麼知道現在要看哪一個筆 那就是我們在前面的課程裡面 常常在講就是這個 帶著未知想下去 今天並不是說老師告訴你怎麼樣算 然後於是題目一出來你就知道就是這樣 我就跟你說就是挑下面這邊 我就跟你說就是怎麼樣 不一定 你一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 從那個我不知道怎麼算開始 所以你很有可能猜錯啊 然後你也有可能沒有觀察到啊 但是如果你想到是怎麼樣就去試 沒有用就換另外一個 你說ABC可以跟哪一個三角形比 ABC有跟它同樣一個底的嗎 有嗎 其實有 你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對不對 ABC和BCD是同一個底 同一個底 OK 但是如果你這樣就是同一個BC 但是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那同一個底 面積比是不是高的比 畫圖 畫圖 換一個圖 這是很多學生會有的困擾 所以老師最好是主動去跟他們說要怎麼應對 但你不可能每一題都跟他們講 那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圖 這裡是5比8嘛 那學生會想說好 這個三角形和這個三角形 欸 欸同底啊對不對 是不是同底 是的 那我要說就是對它是同底沒有錯 可是同底的話面積比是高的比 那你有高的比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你又不知道這個多高 你又不知道這個多高 不知道啊 那怎麼辦 那就不要用這個 換個方式做 不是說不知道 那這裡不能算 不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帶著未知嘛 那試錯了 試錯了就換一個 要想下去啊 要帶著未知要想下去 讓它換一個 也許不是 也許他們兩個在比的時候 不是靠這個同底來比的 那是靠什麼 如果要等高的話 底要在同一條直線上 有沒有等高 發現有等高 對不對 底有在同一條直線上 所以大的跟這個比起來是13比8 懂嗎 就是說 不是說 我找到一個同底了 要去想 想不到 放棄這樣 要繼續想下去 那就像我們上一集在講的 有的時候能不能夠 學生能不能夠繼續想下去 跟什麼有關呢 跟他前面學的紮不紮實 跟他練習的熟悉度有關 越是不練習 那你到一個問題你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這個底 畫下去了 高發現沒有對不對 你越是不練習 你就越容易懷疑說 搞不好別人是找得到高的 只是我找不到 那你就越容易放棄掉 那其實往往 尤其我們現在已經國二下了 你會發現 國一的時候 很多人 好像某某人很聰明 數學很好 但是他不認真 可是他數學還是很好 一直到國二 到國二下到國三 你就會發現 這一種不認真 但是數學就是很好的人 他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即便他腦筋是轉得有點快 沒有錯 可是像我剛剛講的這種情形 會越來越常出現 因為他即便偶爾有想到一點點細節 但是那個細節 不足以讓他得到答案 可是因為他實在是學得太少 練習太少 想得太不清楚了 他就會懷疑說 搞不好我想錯了 算了 你知道他就沒辦法想下去了 所以這個學習還是很重要 學習很重要 我們一直在講 數學就是要 降低對智能和記憶的依賴 來看到這裡的這兩題 這個 DF等於3AF 然後 AB等於3BE 然後這個CD比BD是1比2 然後 這裡圖上還有標一個記號 他告訴你DG和GE是等長的 就是說G是終點 G是第一終點 然後要問的是這個 被我圖白白的這個 三角形EFG和最大三角形ABC 比起來會是幾比幾 那我要繼續解下去 所以如果你要算的話 就按一下暫停 那麼 這個不知道你們按暫停 不知道你們解出來 那 來看一下 DF等於3AF 所以DF是3被AF 所以這裡比這裡是1比3 我剛剛已經花上去了 但是這個呢 AB是3BE AB是整條 所以這個是3 B1是1 所以這裡其實是2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CD比BD是1比2 1比2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裡是1比1 那我們要怎麼一路從 EFG 比BBB 比到ABC 再來 順向思考想想看 各位 EFG和哪一個可以比 也許是他旁邊這一個 他們兩個應該就是1比1 對不對 因為中線切過來 這兩個 底一樣長 高又一樣 但是這一個 就是旁邊這一個 這個 不要滑 滑得很滑 這個旁邊這個DGF DFG 可是旁邊這個DFG 跟ABC好像沒有什麼 他的一個關聯 那我要做大一點 不然我怎麼比得到ABC 所以我把白的這個EFG 跟他整個 這個三小型 是D E F去比 可以嗎 那我比了D E F 大了之後呢 還不夠大 還沒碰到ABC 再更大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跟什麼 更大一點的是 A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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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A B C比了嗎 有 有底啦 就是說如果我們同底的話 底在同一條線上 A B C 和A D E的底在同一條線上 可是他們沒有等高喔 我們剛剛說 底在同一線上 這裡A E 這裡B E 可是他的頂點要對同一個 那這個A D E的頂點 他的頂點是D 可是如果是A B C 你用A B當底的話 頂點是C 所以在這裡是不能這樣比的 也就是說還沒到啦 還沒到 那就再比更大一點 那這個和A D E同頂點的是 A B株嗎 所以A D E可以跟A B株比 然後A B株再跟A B C比 這樣就比到了 那這是從小的去往大的想 當然你可以從大的去往小的想 那麼我們來寫一下 這樣子的話 式子會寫得怎麼樣呢 我剛才有說到 我比較喜歡用這個 比例 就是用這個倍數 用比值 的方式去劣勢 因為這樣比較 好想 就是你不用 最後不用寫連筆 因為感覺你要寫很多 那麼 三角形 E F G 它會是 因為底相同 然後頂點又 底相同 底的長度一樣 又在同一條線上 又同一個頂點 所以這個 高的長度也會一樣 所以左邊會等於右邊 那跟大的比起來是1比2 所以三角形 E F G 它是2分之1的三角形 這個 D E F 然後 三角形 D E F 又會是 D E F 更大一點的是 A D E 好 那他們的頂點都是E的時候 底在同一條線上 是 這個 3比上 整個是4 所以呢 整個是4 所以 三角形 D E F 是三角形 A D E的 4分之3 OK 然後三角形 A D E 又是 A B D的 3分之2 高一樣 底在同一條線上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三角形 A B D呢 又可以跟最大的比 是3分之2 好 於是一個一個帶進去 三角形 E F G 等於 2分之1的 這個 但是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是2分之1的 4分之3的 A D E 但是 A D E又是 3分之2的 A B D 但是 A B D又是 3分之2的 A B C 所以最後呢 這邊乘起來會是 這裡約掉 約掉 是6分之1 所以 E F G E F G 是6分之1的A B C 那他如果用比的話 是1比6 這樣可以嗎 下面這一題 地圖上每一個單位 嘗試深速走5秒 在15秒之後 甲在這一點 某一個地方發生爆炸 15秒之後 甲聽到爆炸 那乙呢 比甲晚5秒鐘 那請問爆炸是發生在哪一格裡面 這樣子的問題 那想想看 想想看 然後我也是要繼續講 所以如果還沒有處理完它的話 請按個暫停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整個幾何概念的問題 它跟上海形倒不是 倒沒有那麼直接有關係 那我們就是這個複習看看 看你對幾何熟不熟 因為 1格要走5秒嘛 1格要走5秒 所以甲在15秒之後聽到聲音 它其實是在 3格 比如說假爆炸在這裡 那甲是不是就15秒之後會聽到 可是這樣子乙 是不是應該2秒就聽到了 他說乙又比甲晚5秒 也就是說乙比 乙在10秒之內會聽到 可是他說乙比甲晚5秒 所以乙應該在20秒之內聽到 也就是說4格 這裡面有一個點 距離甲三格 距離乙四格 請問是哪一格 你回答要回答A1 A2 A3 或B3 B4之類的 回答一格 某一格 OK嗎 那我要解了 那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這一點不行嘛 可是你既然要距離甲三格怎麼樣 我說它這個是幾何做圖的基本精神 就是說你要距離甲三格 那它其實會出現在一個 你用這個 以甲為圓心這個為半徑化弧 它其實應該要出現在這個圓弧上的某一個點 他們都是距離甲三格 對不對 這樣有懂嗎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它要距離以四格 應該是以以為圓心 一二三四 四格為半徑化弧 所以是 這樣子 二三 十三 也超過 對 OK 我剛剛在算什麼 有沒有看到我在算什麼 我在算有沒有碰到 這個點和這個點 那我說這個綠色線上的每一個點 到底的距離是四格 那麼這一個 有沒有 就是這條三跟四中間的這個 這個點到底有沒有碰到 那我後來畫出來是沒有 就是它在 應該說它在 它在它的外面 不是說有沒有碰到而已 它在裡面 還是它會碰到它 還是它在外面 那我畫是在外面 那怎麼算 因為它一格 這樣子是 橫的是二嘛 直的是三嘛 對不對 這個點 它到底是 這個直角三角形 二三 這是根號是三 那如果我要四格的話 是要根號十六嘛 所以它其實是更遠 所以它沒有碰到 它在它這兩個外面 這個是根號十三 這個點也是根號十三 對不對 那這個三三咧 這個三三就是三根號二嘛 也就是 會變根號十八 所以這個點 就是距離 距離以橫三格 重三格 這個點 它是比根號十六還要更長 所以根號十六在它的裡面 OK 所以總而言之呢 這樣這兩個焦點會焦在這裡 這個點是B2 可以嗎 會焦在B2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圖 這個上次的作業 如下圖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CD 是否有全等 ABC是上面 ACD是下面 那有的話寫出全等記號和理由 那這個 你覺得有沒有呢 這個60 這個58 這個62 那這個62 這個58 這個60 那他們有沒有腳一樣 有腳一樣 而且有一個邊相同 那是不是兩腳一邊 就有全等呢 可是要注意怎麼樣 AC這一邊 對右邊這個上行來說 是夾在60和62之間 那這邊 對左邊的上行來說 是夾在58和60之間 所以沒有 它沒有一樣 可以嗎 這樣懂嗎 所以這兩邊沒有全等 那麼請問 AC和CD是比較長 那麼因為這個AB 因為AB呢 AB的對角是60 AC的對角是58 所以AB比AC大 大角對大邊 然後AC的對角是62 然後這個CD的對角是60 所以AC又比CD大 所以這個AC比CD大 可以嗎 AB比CD大 然後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AC呢 它要跟AD比 AC跟AD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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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簡單啦 因為它在同一個上行裡面 所以大角對大邊 AC是最大的角 AB是 AD是最小角 可以嗎 好 那麼 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這是這次的作業 對 跟剛才的有點像 他說圖內有一個P和Q這兩點 P點可以10 PX等於QX 可以嗎 也就是說P點連到X的距離會跟連到 會 就是總言之就是這樣 PX等於QX 那大家在想想看這是什麼意思 對 我不好講太多 那這個 然後下面 這個PX等於QZ等於6 求PQ兩點各自落在加以比D哪一個區域 這題題目說有點奸詐 我只能這樣講 下面這裡 CF4 2DF 然後B珠4 3B1 OK 請問這個小三角形是整個平行四邊形 比起來面積極比極 再來這一題 如圖請問BC邊上的高 如何能夠求到 所謂BC邊上的高 想一想 再來 深角形ABC 被CD 這個CD是角C的角平分線 是證明 A珠比B珠會 A珠比B珠會等於AC比BC 這個是 內分比性值 他有專業名字嗎 那我們這兩個課上到這裡 到最後一了